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 天天教啊 到那个地方去的人 都听阿弥陀佛的话 是听话才往生啊 不听话的人不能往生啊 他去不了啊 所以极乐世界可能用 可以用四个字 来解释 好人好死 那都是好人嘛 心情不善就去不了嘛 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记住那个世界是好人好死 我们要做好人 我们要想好死 要能跟他的标准相应 往生决定又分了 一点都不难了 为什么不难 因为你本来是福 所以不难 你本来不是福就难了 本来是福 这个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有信心 不能有丝毫怀疑 阿弥陀佛是圣母 佛是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叫做福 而究竟圆满的智慧 是每一个众生都有 不但人有 畜生也有 物归也有 躲在地狱还有 他并没有消失掉 为什么 他不生不灭 无论在哪一道都没关系 总有一天 他就 他回头 他就成佛了 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没有丝毫怀疑 所以要认真 要努力 最重要 看破 就是明了 读这个节目 帮助我们明了 明了之后 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杂念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贪嗔痴慢 我们跟佛 一天比一天 接近 到一定的程度 阿弥陀佛来通知你 给你报信 那么海鲜老和尚 一生 他见阿弥陀佛 见多少次没有 我最保守的 估计 绝不止是此 为什么 他的理业心不乱之后 心里想见 佛就先去 随时随处 只要心里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先神 的真点 我们要是修道理 一千不乱 也如是 也是这样 相见佛 佛就先神 在宇宙之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一样 不知道 没有一样 不清楚 只是 他不说 偶尔 透了一下 我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说 要问 你为什么不说 天际 不可泄露 套一句 俗话 泄露天际的人 伟大了 告诉人 不能说 这些话 也像开玩笑 也像是真实 问题 你会不会听 你听了之后 是不是真有趣 肯不肯 争感 阿 阿 阿弥陀佛